受風箱的鯉魚潭最近出現一大批的死魚 數量很多 而且都是同一種俗稱為阿嬤魚的圓穩固 為了不影響到生意 周邊的豬船業者和花東縱管處不停的進行打撈 不過還是有不少民眾因此打消豬船遊湖的念頭 讓業者的生意是掉了一兩成 一隻又一隻的魚兒翻白度明顯死亡 在水面上載夫再撐 有的已經擱淺在岸上 死一遠瞪的大大的散發惡臭招來蒼蠅 不免讓人看了內心發毛 稍微會有一點點 對啊就會覺得說 如果有東西漂浮在那邊的話 就怕撞到我港 大量魚群暴斃的地點 就在花蓮著名景點裡魚潭 原本環境優美維護良好 吸引許多遊客前來朝聖彩傳遊湖 沒想到近日卻傳出水質出狀況 變成魚群恨死的離奇場面 撈死魚的數量都在500隻到1000隻不等 是有這樣的狀況 是比往年稍微多一些 專家初步調查水質 推測是因為前陣子暑假連日高溫 水位持續降低加上颱風帶來低壓 導致水中的營養鹽濃度太高 含氧量相對不足 魚群承受不住環境變化集體死亡 著名觀光景點模樣變調 加上適逢中秋假期不免影響觀感 都已經帶到底下要坐船了 結果遊客看到這個死魚 不要不要不要 他就起來了 因為他有一種味道 幾乎每年都有 但是今年比較多 死的魚 大部分都是這種的魚 根據了解 鮑鼻的魚種多數是熟名叫做 阿嬤魚的圓舞固魚 為台灣原生淡水魚種 主要分布在北部及東北部西流河域 目前縱管處每天都會派人協助撈出死魚 也會同步改善水質降低對物種的危害 這也是例行周圍著花蓮參訪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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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